《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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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您最近 阿妍已经开始讲了 还 已经写完了 一直在那放着 放着时我想呢 有一些都许在思考 有些是否长得不圆满 我想订稿 一直最后订稿 写完一直在那放 隔一段时间 因为有时候写完东西 放在那放一段 再重新拿去看一遍 再放两天 再重新 一直到我决定 说每一个角度 都讲得很圆 就是说 最起码我能想到的 都能探紧 涉及到我才会讲 有些地方 没有实证上 在实证上 还不圆满 就先不放一遍 所以我们也经历了 《知见地知》 有一个人 就把这句话 重新标点了一下 他肯定是这个人 李藏重 他这样表点 他就破了 李藏不重 他肯定是直接列 他定了直接 下了定义 他就无名本 本来就是无名 李藏嘛 说不从这样表 是不是能够开武 也有的可能不成这样表 那他所谓的直接就是头脑 直接就是头脑嘛 你的概念定义 都叫直接 你的意识嘛 你的概念定义 这么听 我突然间有个什么事 有心提到嗓子里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执着一个什么的时候 感觉那个气劳在头脑 会想出一串 我现在知道那都是忘年 但是我好像心落在肚子的这种状态 比较平静的状态 他也会 这也是忘年 你不想才不是 你总要给他下个定义 是落到肚子里了 还是踢到上眼 你不想才是忘年 管他在哪呢 你不想 如如不动 你不想 这才是忘年 此时此刻 你什么也不想 这就是 你现在听我说 你心在哪里 你给他定个定 在上边还是下面 左边还是右边 你定不了 你就在闻嘛 确实你的心了 闻就是你的 能闻的那个 闻就是你的心啊 自信啊 本性啊 那就是 不是耳根啊 我觉得不是耳根 不是耳根 也不是声音 是闻的 闻性啊 那就是你的心缺乏 无处不在 我现在就是训练我自己 所有的东西 不管它产生什么 我不认得它 嗯 就是回到这 不定 嗯 嗯 这我算开始修局啊 不懂了 先这样吧 嗯 然后呢 你不是回到这 这是哪里 这才是 回到这 这是哪里 能看的 然后回到 对 回到这的时候 这是哪里 然后安住不顿的时候 突然这就是一切 又出去了 又出去了 这儿就是变一切 变法界 嗯 还不懂 还不懂 那继续吧 就先回来吧 等 很专注的等 打住 也可以保持这样的状态 也可以 实际上 也可以 这也是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挺好的 嗯 但不是定谈 但是是一种等待的状态 就那时候也就是 都是知道的 但是没有去 也没有什么想法 也没有期望 只是也没有答案 也没有定义 只剩等 只剩等 就是厚着等着 待着说 嗯 嗯 或者听这个 就比较熟了 嗯 它做到 没那么容易 是 三秒就可以 五分钟就打完响 嗯 就算你为了一句话 等 你都会等 等三秒就可以 四秒五秒的时候 为什么浪速不打 为什么 马上就开始起妄想 如果 心是大海 嗯 扔个石子进去 扔个小石子 是见个小设法 扔个大石子 是见个大多了 是吧 嗯 那 有力量来 然后我们心有 有绝授 嗯 它是一个自然中的 有什么力量来 就是 别人扔给你什么 你有什么想法 嗯 水花 是不是也讲过 水花世界它是正常的吗 只不过我不受水花世界的影响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嗯 你不定 你不定义水花世界 也不定义你是大海 也不定义对方是死者 只是动一下 没有影响 你已经定义了你是大海 也定义了他是死者 然后你又定义了 这叫水花世界 你写这三个定义 你千早想 那肯定留痕迹 有我 有他 有事情 有我 没有那件事 没有他 好 这个过程就是妙幽啊 真空妙幽啊 就很好啊 很有气啊 扔那个石子 这个大海在荡漾啊 他这件事我就構成了一个妙幽 这个世界的妙幽 空性的妙幽啊 很好玩啊 但是如果你执着他 执着这件事 执着我 这就变成了众生的执着 就成了叶宝 或者是这件事 在你心中留下了痕迹嘛 然后你再去分别认知 再去 就不是 就说这件事 就对你造成了叶灵 就是这个水花会起来 然后灭掉 那我现在我就是知道 所以我不去执着它 这个过程它是有的 先知道 你了了分明 不要被它影响 不被静转了 嗯 这是在到位上 这是在修行 这是在修行 刚开始修 这样子可以啊 那佛被解解隔绝身体的时候 难道他不疼吗 没有疼的觉神吗 人家没有啊 人家是仙人啊 人家是忍辱仙人啊 你没看见前一句啊 如果他不疼 我们就疼得拥绝了 根本没法对话 比如说佛的那个 他的定力非常好 所以他不受他的影响 第一次他是不疼 他能够承受那个力 但是他疼是不是超越了痛觉 人家能够把性格生理 身体分裂 就各种神通吧 我相信 那他才能达到这一点 他能别个字节生气 他能别跟他聊天 对话讲法 是不是 而且 还有他是忍辱仙人嘛 就是 其实我们也不疼啊 有人骂你句 你哪疼啊 是不是 你那个心疼心在哪里呢 是你认知了 骂你呢 你才心疼 就是说 骂你一句 你也没碰到一个好吗 你不也很愤怒嘛 但忍辱仙人是 割到他身体 他都不会愤怒 他不会生气的 他没有秤后 没有秤心 就是他的秤心不起 嗯 因为他修正到那个阶段了 所以他的肢解 对他是一个就是祝愿 正好解业他的成就 他不起秤后嘛 秤起 是 我肯定不起秤后 但是那种唐的角色难道没有 因为你没成就 继续修正吧 要功夫的 疼肯定有了 嗯 你哭嘛 要么咬过去嘛 要么疼 要么咬过去了 要么咬死了 是吧 嗯 嗯 我觉受到我的这种感受 行怒哀乐的这种感受 会产生 但是不用我只是不认同 我这个心怀的 你就这样 先就这样修嘛 这都刚开始 问题是你不认同他 他还在那影响你 你有时候还被记住 这些疼 这是个幻境 他还影响你啊 你不认 你不下定义 这是个痒痒蛋 那太疼了 是不是 你受不了啊 他还是影响你 就是你不必进转 还是需要点功夫的 所以要修定理 你弱不动啊 继续行啊 不着想啊 那刚开始我们 因为都是 大家都是普通人嘛 就是也没有极端的爱 你不是说有人 拿刀一定要割你块肉 那真的太极端了 大家都可能受不了 都 是不是 但是一般就是 日常生活中 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 这种交往啊 别人骂你去了 丑你也了 给你个脸色了 难看了 或者是 诽谤你了 侮辱你了 或者误解你了 不理解你了 或者是好心没好报 等等各种 就是这些人情世故的东西 或者有些疾病了 又不是很严重的疾病 就是说 就算很严重 现在医院有麻药啊什么 也不至于让你痛到什么程度 手术也是打麻药的嘛 就是生理上的级别 就面对的就这些东西 没有极端的言行考大 就是怎么去平和的 用佛的直接去看待你面对的这些东西 内境外境嘛 就像平时我们没病的话 就是酸麻冷藏痛嘛 身体不就这些嘛 外面就是一些境界嘛 别人怎么对你 你是不是需要别人认可 你的自我价值怎么实现等等 就是外面就是名利情嘛 里面就是身体的绝受嘛 欲望吸气嘛 就这些 其实面对的每天就这些东西 修行就从这些入手了 你还从哪入手 拿正直戒去破这些 你着想的也就着的这些 最执着的地方 你要想快的话 把最执着的那一点破掉 你在哪儿拿不起放不下 就在哪儿修嘛 比如有的人有恐惧感啊 对老年死亡有恐惧感啊 患得患失啊 对情感或者是 对失去有恐惧感 你就在这儿修 嗯 入入不动 嗯 到这个东西失去的时候 察觉自己的内心 入入不动 或者得到的时候 也不喜悦 失去的时候 我也就修自己这种平衡 这种平衡 这种平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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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